貪古沉悠 五陽性 宋先生 如果要帶外地的朋友來欣賞廣州的景色 你認為怎樣最好呢? 我認為最好是帶他們沿著珠江兩岸來遊覽 原因是因為珠江的南北兩岸 非但有很多廣州市的名姓古蹟集中在樹 而且廣州市很多新興的高樓大廈都是在岸邊樹 可以說廣州市的舊貌生涯可以一覽無遺 坐船游覽珠江真是很浪漫 不知道廣州以前有沒有珠江夜遊? 廣州市以前沒有珠江夜遊 因為以前廣州一般的市民 坐著那些遙遙陰陰的黃水島小艇 到過珠江南北兩岸 已經覺得提心吊膽 根本沒有那麼閒情入意 有些人說不是 以前有些是花艇 他們佈置得很堂皇華麗 被人在上高來飲宴 但是他們固定停泊一個地方 根本不會在珠江兩岸游來游去 所以都不算是珠江夜遊 而珠江夜遊是近年才興起的 紅燕現在廣州市內有很多輪船公司 他們紛紛舉辦珠江夜遊這個項目 令到廣州市民他們的夜生活 增添不少的色彩 不如這樣吧 我和你找其中的一艘船 上去那裡去看看 體會一下珠江夜遊的風味 好啊 宋先生 這艘船很古色古香 富麗堂皇 當然啦 要不然怎麼叫做金房 不如我們上船吧 嗯 待會我變光了 紅燕啊 你看到後面有一座碼頭 這座碼頭就是天字碼頭 天字第一號當然是非常威風 考考你廣州第一座 橫跨珠江南北兩岸的大橋是哪一條橋 嗯…真的不知道 有啊 看珍夏後面就是這座海珠橋 如果你留心看珍夏後面這一座 這一座不要看它好像是酒吧那樣 原來是廣州第一間發電廠 就在這裡來的 現在將廣州第一間發電廠 將它加以改建 成為一個五光十色的 這個消閒灑落的地方 由這裡開始呢 就是廣州的所謂西堤 西堤就由那邊三年 六二三路開始 一路這樣沿著這裡 向到去到愛群大廈那裡 就叫西堤 當時西堤和長堤 都是廣州北岸的岸邊來的 廣州有一間以前 所謂四大百貨公司 其中有一間很早開設的 是這個大新百貨公司 現在仍然保留在這裡 只不過現在就不叫大新百貨公司 而是叫做南方大廈 對 山堤在哪裡呢 你轉著面就看得到 看不看得到 這一樹就是山堤 我還看到白天鵝 宋先生 這次珠江夜遊 我真的學了不少東西 沒錯 來珠江夜遊 既可以消暑散身 同時又可以增廣建民 對於我們自己廣州市 增加多些認識 一舉兩得 真是何樂而不為